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ine 就要跟大家分享6个错误的通乳手法 害你反复塞奶乳腺炎 我今天使用的参考资料 是来自于美国母乳不育医学会ABM的临床程序 第36号的乳腺炎临床指引 是在2022年更新的取代之前2014年的版本 那中间黑色点点的虚线 就是你的奶水在流动 最右边黑色的虚线变得好几管 这个就是奶水从乳头很多管喷出来的 接下来看右边这个圆形的 这是一个乳管的横切面 我们这样看中间有个白色的空间 就是乳管的空间 所以你的奶水会从这边很容易的经过 你看上面下面灰色的部分是乳腺上皮 里面有很多白色的圈圈里面带黑色的点点 它就是发炎了 乳管侧边会有很多黑色的点点 就通通都是细菌 乳腺炎的时候细菌变得太多 造成厚厚的一个生物膜 卡在你的乳管的周围 所以你的乳管的空间就变窄了 减少了奶 可以跌下那个